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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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有在家里跟奶奶录视频了 今天又坐回了这个 熟悉的位子 大家可能可以听到我今天的声音有点shy 其实 最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 声音开始沙哑 然后这几天呢其实我有在家里 每天早上都有测ART 然后都是显示的是negative 所以是放心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怪 就是既没有生病 身体也没有不舒服 但是呢我的喉咙就突然变沙哑了 看看今天检测的效果怎么样 我正在想会不会是因为 家里灰尘太大 导致我喉咙不舒服呢 然后 但是我们才蛮常清理 打扫卫生 然后我就在想 还有什么原因 我就去问朋友嘛 然后朋友就跟我讲 有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空调太久没洗 然后导致那个滤网太多灰尘 然后我朋友这么一提醒 我就在想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家空调已经用了五年 就是买来五年 我们从来没有 就是大清洗过 所以今天呢大概中午的时间 就会有一个 专业的空调清洗公司 来我们家里清洗空调 它是名字叫KBE 然后所以等一下会把他们 工作的全过程给拍摄下来 三架对吗 对 然后可能可以先清那个 其实我们家空调已经有漏水 你看这边 这里的 墙布都拆掉了 就是因为以前就有漏水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之前有自己修过 还是有水啦 这个是冷凝水来的 冷凝水 所以它要拆掉吗 你这个要换的话就很大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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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写在报告里面 我们会写在报告里面 你的管道全部可能会先 OK 现在KBE的空调清理师傅 已经来了 今天来了两位 那今天我们家有三个房间 每个房间有一个空调要清 现在呢 师傅就是帮我们把床给用塑料照照起来 以免等一下拆的时候会弄得脏 通常这样清理一次要多久 你的三架的话我要两个小时左右 OK 好 我现在空调拆下来就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讲你每天有用的冷气啦 每天晚上都用 每天晚上都用的话你大概三四个月做一次普通清洗 普通清洗就是清洗外面的那个灰层吗 抽干净它的水管啊 然后里面的风轮啊 OK 如果是讲chemical wash这种药水清洗的话 大概一到两年一次 一到两年一次 OK OK 现在呢清理空调的师傅他们已经在清理 然后刚刚已经清理已经拆下来了主人房跟普通房的空调 现在在喷上那个药水 OK 他们我刚看了一下他们清洗的步骤就是 先是把空调的那个服养 诶那叫什么服养力还是什么 诶等一下我问一下 空调外积这个叫服养力 OK OK 就是清 他们清洗空调的步骤呢 就是第一步是先把空调外积 就是放在你室外的那个主机的服力养关掉 那个gas关掉 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房间里的空调拆下来 那拆的过程当中呢 也需要用那个吸尘器把那个水给吸出来先 对然后拆完了空调的主机过后呢 就是把空调每一个部位都一个一个拆下来 然后放到卫生间里面 他们会用药水先喷一遍 然后呢静置一段时间过后再用清水把它冲干净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空调里面 每一个角落都藏的非常非常多死角 难怪鼻炎啊 或者是好像我最近喉咙痛 非常有可能就是呼吸进了这些 呃带有细菌的这种空气 现在就把整个机器和机体都用那个药水通过 所以这个药水是可以溶解那个肛吗 对 我们家呢总共三个房间 就是四房式的主屋嘛 总共三个房间三台空调 其中主人房是我们自己住 然后普通两个普通房都是租给租客 然后就是有一个租客小姐姐她每一天都开空调 所以呢她的那家空调 会比我们其他两间两架只有晚上开的来的脏一点 反正就是非常可怕就对了 这个是刚洗过的 然后现在把它给装回去 我刚刚问了一下师傅 师傅说他们他们公司也有做那种野树 还有做空都HDB都有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也是清理空调的话 我可以把他们那个联系方式放在野树栏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哇好像感觉这个风流变更大的 嗯嗯嗯 来进来一定会更大 对 现在他们用这个吸的 吸的一个机器 在吸那个冷气管里面的脏东西 因为现在已经装好了 所以在运运运运 就是在开的同时 他们也把那个脏东西给吸出来 好 谢谢您 谢谢 辛苦吧 今天空调大概用了两个小时 都清理完了三架空调 然后他们的步骤就是拆 然后洗妆 大概就是这三个简单的步骤 然后呢他们还挺贴心的 就是清理完过后还把地板啊 那些水啊什么都擦干净才走 然后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然后我刚问师傅就是 我这次清理完空调 下一次要多久才能清理 然后他说下一次两年过后 再做一次这样的 拆下来全部上药水的清洁工作 三个月左右就要做一次 简单的普通的空调清理 像今天这样的深度清洁 可能大概是两年一到两年一次这样子 还有最后面视频的结尾呢 也分享给大家一些小tips 刚刚是跟那个师傅学到的 如何保养我们的空调 如果你的房间呢维持的够整洁 那你的空调就不会吸很多灰尘 所以他就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干净 平常自己偶尔三个月左右 也可以把那个过滤网 有一个塑料的过滤网拆下来 然后可能也可以用家用的那个吸尘器 把空调上面的灰尘给吸干净 这样的话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下次见啰 拜拜 我是妮妮江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 打开小铃铛哦 都要订阅